请教师傅 每天都有念经回向 给往生者 请问如果是自杀以多年约十年 回向给往生者是否有效用呢 可能会有效用 因为我告诉你 如果他自杀 他去了鬼 鬼的时间和人的时间是不同的 有很多经论记载 我要查一下 鬼的一年是人的大概二十年 即是我们的时间长 即是他死了不久 两三年 已经过了二三十年 在他的时间很短 在你的时间会很长 即是在天上的人 他一日一夜是人间的五十年 四天黄天 他一日一夜是人间的五十年 一日一夜是人间的一百年 即是五百年 如是者的时间 每一个六度的时间都不同 你的朋友虽然自杀了多年 对于自杀者来说 他下轨道可能是很短的时间 轨道的意思还未在轨道里面 可能他还会出现 如果你是念经回向给他 或者令到他放下 他的一切 他又会走向另外一个善处 所以 有没有效用呢 我说是有效用的 这件事是有效用的 感恩法先开始 炎口法事的目的是什么 炎口是从一切十方法界六度群灵 是施食给他结缘的 和去世的多 结缘的多 炎口是这样的 炎口法事专与去世为主 蒙山也是去世的 另外一个法事 比如说孔雀明王 收孔雀明王 就不一定为去世 为现世 消灾解难长寿 免疫 免毒 免地震 免悍灾 求雨 孔雀明王的密坛 孔雀明王法 是求现生的 以他的事相看 炎口是去世的 而且炎口是中国人发明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 做过炎口法事的仪规 是我们中国人做的 佛法去到每一个国家 都是将各国家里面的 民族意识的特征 融合了 所以不能去到斯里兰卡 泰国缅甸 批评别人的宗教 佛法是与民族里面的特征 融合了 但没有改到 他里面的重要仪理 就可以了 这不是一定要批评别人的 现社会 唯一夫一妻制 夫妻之外为邪淫 以前古代一夫多妻制 又是否这个时候 男士妾为邪淫 以前是一夫多妻制 我想一夫多妻制 这件事我看经文里面没有说 一夫多妻制 那多妻的二妻三妻四妻 那些是否属于邪淫 我想在中国社会 一妨二妨三妨四妨 都可以取回来 经过的仪式 经过这个仪式 也有他一夫多妻 也有仪式 也有这夫多妻的维系 他虽然一夫多妻 他有第一妨 第二妨 第三妨 第四妨 他是生活在一起的 他不会说多妻妾到完全失控 他有控制 这件事是否邪淫 这件事要慢慢考据才会知道 因为经文里面没有说多妻 总之不是夫妻关係 如果妻是否属于夫妻关係 齐人有一妻一妻 一妻一妻 这件事要慢慢考虑 若不是哪是否社会制度之别 这是社会制度的分别 反之一妻多夫妻又如何 我想我们无需理它 哪有这麽多时间 哪有这麽多时间去理这麽多事 好 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是这麽多了 现在已经够时间了 最好一超时 就没有时间的正坐 所以也不要说时间过得太多 超得太多 无论问什麽问题 大家都要有一个心理 每个人都有机会问问题 我们不会说某些问题是幼稚 某些问题是很有见地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你自己的心不要对某些问题 鄙视别人或别人问的问题 太幼稚 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是很容易解决的 但在他心里面很难解决的 我知道 有些人在心里面很简单的问题 他是想不通的 他想不通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经常去想的 人是有些这样的 即是他会执着某一样东西的 小东西 他不能放下 所以更加可以让你知道 原来人的执着一个问题 可以是解不通的 所以在临终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不生得旺西生方极乐世界呢 就是他会有很多事情想不通 这个事情想不通 他就不能走 所以要早就要知道 要放下 如果你在禅座里面懂得放下 这些事情会帮助到你临终的时候 不会因为临终执着一些东西而走不了 有些人临终执着走不了的 会牵很久 我在香港几年前 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太太 整年都在养和里面 这位居士跟我说 我又去探访一下 我去探访 在他耳中说了很多事情 叫他放下 不要执着 我们在他家和他念地藏经 有十多个居士 在他耳边说佛法 好像两三年都睡在这里 不能动 吸着氧气 都是信佛的 都是信佛的 后来和他说 基本上说什麽呢 叫他放下一切 不要想他心中的事 我们和他念佛 星期五 纵完之后 我上了暂光放生 星期一回来 他已经往生了 他说官城法师 真是好 你和他说了几句话 他说念地藏经 他往生了 走了 他说 我心怎想呢 行运医生医病美 刚刚他就要往生 我就上去 那当然就救云了 亦有些情况 我去念了很久都不行 也有的 不是说地藏经不行 是自己 你的功力不够 谁知这个刚刚就救云了 最后那两天就上去一刻念 他说真是好 你上去 有很多法师上过去做过 我们都未行 那你上去可以 我说是 刚刚碰到这麽好 好了 够了